大家好,我们昨天钓了真雕一条 然后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是如何filleting真雕的 一般来说真雕我个人觉得有两种方式来把它片成片 一种就是日本人的方式,相对来说比较不浪费鱼肉 但是手工上来说比较麻烦一点,而且需要的刀具品种也比较多 那我今天主要是新西兰的洋人如何去filleting鱼 那就比较简单,虽然说会有一些浪费 但是我一般都是说把它分成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做法来吃掉 这样尽量去不浪费鱼 快点再来给你的腹 是吗快点 我要是把他做的 有这个方式都不懂 这是做好的正在? 还是说是 有点准备 可以不会像烧瓶子 就像烧瓶子 那这暂时是因为这大麻烦 great 放入鞋子 我用鞋子鞋子 一路在那裡 就像你的手一聲 我可以不理解 在那裡 我也會想要拿到 就像我比較像 我最喜歡的 我可以畫一些 我可以看到 就像我一樣 花陽蝦 兵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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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的程度 我又在藏着一样给你 2 分钟 以上您的观看 有了 有了 有了